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站住 给我抓住他 站住 别动 别动 你跑什么 老百姓抓我干什么 老百姓 一个大男人把自己装扮成这样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站住 走 把你 今天中午 瑞仙西南的盛水寺发生遭遇战 我挡的一支游击小分队 被黄卫山的军警联合部队歼灭 我刚从那边赶过来 事发突然 我怕会影响运送药品行动 所以特地来跟你汇报 看来这次日本人真是无孔不如啊 既然游击队已经出事 后面的事情 我们更要谨慎处理 绝不能再有任何的闪事 是 运送药品的难度很大呀 运送药品的行动刻不容缓 杨静宇部队的伤员 都眼巴巴等着这批药品 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把药品送到 那前行部队的处境 就更加艰难了 我要好好想想 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 无论如何 一定要确保药品的安全 嗯 你听清楚了吗 真的是杨静宇将军 这个我哪敢听差喽啊 千真万确 那我早就听说过杨静宇的部队啊 那可是杀敌勇猛 小鬼子听着 那都闻风丧胆的 你这不是吧 少爷 你没事吧 傻了 我看你那样 不像是感冒那么简单 要不请大夫过来看看吧 是感冒了吗 不用请了 没事 爷猫子 吩咐厨房 弄碗姜汤给少爷咀咀寒 是 看见我干什么呀 你不看着我怎么知道 我看着你呀 别拼 明天要是还不好 一定要叫大夫过来看看 知道吗 关心我呀 滚 滚哪儿啊 这是我家 跟你说正经的呢 我也没跟你不正经啊 张莱彩那个事到底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听你的 我就是吧 跟他摊牌 我也这么想 你说 你跟邮局队什么关系 最近都做了哪些案子 约都做了 你个罕奸糟狗 你不用我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行 嘴硬是吧 我看看是你的嘴硬 还是你的骨头硬 嘴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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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晕了 王军长 出来一下 队长 查明了 师弟也当了 这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 送他到义务室 至上休养 要对他小义厉害 威逼利诱 这一天之内就能攻克 队长 有那么容易吗 地下班可都是些硬武道 他心虚了 是在装运你 怎么样 这几天休息得还好吧 挺 好 挺好的 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怼你们 我怼你们这种有头脑 爱思考的共产党人 是很敬佩的 这位就是我们秦川队长 相信你应该听过他的大名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们对讲仁慈 如果换作是我 我不会给你准备如此丰盛的食物 我只会用心达到你说为止 明白吗 希望你珍惜机会 说得好听 说到底不就是想让我投降招供吗 混蛋 梁具天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你说得对 我就是想让你投降招供 我的目的很明确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为了你们的族职 丢掉自己的性命 你认为值得吗 梁先生 我最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是理想和信念 我希望在这方面 你能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只要你敢跟我合作 我可以保证你和你的家人 下半生一时无用 当然 如果你执迷不悟 那我只能再把你交给黄局长 他的厉害也领交过 到时候恐怕就没有这个气氛了 中国有句话叫做 急不可施 时不再来 好好想想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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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咱们这么做能有效果吗 没看出来吗 他已经动心了 中国人常讲 忧解如蛇翼 忧舍如简男 让他好吃好喝 享受好的环境 提高他的级别待遇 但是有一点 每天夜里 带他到刑讯室 反思量消失 是 队长 您真是洞察人心哪 这一招实在是高 属下佩服啊 黄局长 这一次你表现得很好 我会给你急功的 队长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还有抓紧时间仔细盘家 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丰盛和力量 不能给他们喘息机会 这次一定要把他们的气氧打下去 是 请队长放心 属下一定严加寻查 嗯 我相信很快 就会有好消息的 嗯 掌柜呢 在什么时候出发啊 我去收拾一下 拿着通信证马上出发 好 师傅 电电话 张老板 张才爷 张老板 你来得真是不巧 我有及时马上要出去 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说 别别别 耽误不了您几分钟时间 不是 一分钟我也耽误不起啊 那这样 你要去哪儿 我跟你一块去行吗 什么事这么急啊 上兵医院啊 你等我一下 小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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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通信账 这笔货你去送 记住了 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那掌柜的你怎么不 我只有急事要处理 记住了 务必要消息 知道吗 好啊 我知道了 去吧 张才艺 请吧 张才艺 张才艺 请吧 好客客 怎么了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有什么话您说吧 张老板 我说了 伤兵医院案是我干的 你说什么 不止伤兵医院 商务会长余德利 警察局长李洁墨 也是我杀的 张公子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跟我说这些干吗 这个东西你应该认识吧 你是 沙巴方 我不是沙巴方 我只是在借用 沙巴方的名号 做我该做的事情 刘警长 谁的货 这是我们香满楼 张老板的货 有没有通信证 有有有 记得给你们张老板 带个好啊 得嘞您来 警长 电话 秦川队长怎么了 您说的是下满楼的车吗 这么巧 刚过去一定要 有通信证 是 是 明白了 给我追上前面车 是 你知道 做这个事情 是要被杀头的 但是张老板 你做的事情也是要被杀头的 我跟你说实话吧 竞标里的名单我看过了 但是你放心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所以我今天过来 可以跟你开诚布公地 向你显明我的身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 跟你们一样 想把日本人 从咱们的土地上赶出去 慢走啊 谁啊 是我 什么事儿 黄公子带着群警察 朝咱们江本楼来了 张老板 黄卫山来了 就说明那批药 已经让日本人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别管我 你现在必须带走 我已经走不了了 张公子 无论你刚才说的话是真是假 你已经是我唯一可以通过的 你别说这些了 你听我说 这个表你一定拿好了 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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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板你才在哪儿啊 在 在二楼包间 没见 还有那批药 你一定要帮我把它 安全地送到前线 张老板你现在别跟我说 这批药的事 你别跟我说药 你现在必须带走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是听我说 这批药 是康连的希望 你一定要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快点 快点 还有 张公子 我在你汤里放了毒药 毒药七天之后就会发作 这唯一的紧要 就在张房先生的衣服扭扣里 他仍旧在复兴的流济当铺 他仍旧在复兴的流济当铺 对啊 不好意思啊 这包尖我定了 我可不是来吃饭的 把张来采购带走 等会儿 他犯了什么事呢 你们俩带他走啊 张兄 我在执行公务 知道你在执行公务 但是你的人好像有人拿枪在对着我呀 是 张兄 不好意思 带走 是 是 走 快 下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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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上去 能上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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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其他话呀 喂 别碗了 师傅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有辆约火的卡车 可能会经过你们那块 很有可能被鬼子盯上了 你带着兄弟们 务必要保证卡车上货物的安全 听见没有 啥稀罕玩意儿这是 别废话 还要我告诉你啊 如果 如果鬼子把卡车上的东西抢走了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把东西给我抢回来 听见没有 行了 我知道了 看见前面车了吗 赶紧追上 快 跟这儿前面车 前面车给我停一下 快 跟这儿前面车 前面车给我停一下 前面车给我停一下 快去车 快到哪里 往下 走 tenido 打他轮胎 啊 啊 啊 地下的人挺好了啊 今天是我小山洞第一次路过这儿 还没找找什么想象的东西 靠着我这帮弟兄 难免要是试相的话 把东西留下 留你们货空 要不然的话 就让你们知道知道 山洞人的厉害 把东西放下吧 放屁 给我打 给我死啊 打 他的尸体也再会防不上 弟兄们 把这儿弄干净 东西全拿走 是 快 那边 来 给我一给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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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鱼干和大茶蟹杀手成违禁品了 这杀手出的告示 这事我真的不知道啊 青春队长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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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来财居然敢下毒 等我下次见着他 我非好受他不可 行了啊 不怪他 毕竟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 而且我这毒不是还有五六天吗 来得及不着急 你疯了吗 你以为闹着玩呢 这可是毒啊 贵啊 赶紧去请个大夫过来给少爷看看 好 行了不用去啊 我都说了来得及 现在最关键的是张来财和那批药 我说了我没事 四叔你放心吧 喂 少爷 您的电话 喂 兄弟 我 打扮了 打扮了 怎么样 东西已经到手了 现在就在房门场呢 现在该怎么办 太好了 兄弟你这样啊 你现在赶紧派车 让香满楼的伙计 把东西给送过去 好吧 兄弟 香满楼那小子已经死了 谁知道往哪儿送啊 那你这样 你容我再想想 好吧 你先别动 好 来 少爷 怎么了 药现在就在房门场 但是送药的伙计死了 不知道这药该往哪儿送啊 这下麻烦大了 杨静宇日本人都找不着 我们上哪儿找去 是啊 少爷 那天我听张来财他们说 这批药品很重要 如果不能按期到的话 他们可能危险很大 看来这个张来财必须得救啊 都怪我 我那天眼睁睁地看着黄安山把他带走 我居然不做他什么 少爷 这怎么能怪你呢 张来财是为这批药啊 少爷 我觉着吧 营救张来财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您身上中的毒 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爷和太太 行了 我说了我没事 少爷 有事啊 少爷 少爷 快快快快坐 少爷 你就逞能吗你 不行 必须马上拿到解药 这样吧 我和队二川去趟福心 找那个张房先生拿解药 队二川认识张房先生 我们两个去 也好有个照应 我们即刻动身 拿到解药我们赶快回来 好 少奶奶 队二川 少爷就指望你们俩啊 记住 那解药在张房先生衣服扣子里 明白 文文 辛苦你了 穿了 来 照顾好少奶奶 少爷 您放心吧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少奶奶少一根汗毛的 张罕涛 在我没有回来之前 你不准死 听见没有 历了 都不在里面 太后 也不在这里 还是不在省 公司湖 他人不在呢 不是 走 我把所有的地下交通信息都描述了 各地的宣伴队 你联络了 铃铭锅都不定 一人也离开 是 全人来 一人离开 干什么你们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干什么 别过来 过去 过去 干什么 少爷 要不然今天不出去吧 你去看这身体 黄小姐 这怎么着 伤刚好的又过来烦了呀 我跟你说过 不达目的 我是不罢休 好 叶芳芳 这没事把这花给你拿着 少爷去 我今儿啊 就让你死了这条心 对 就是这幅画 谢谢啊 放下 我就是让你看一个 你告诉我这幅画 和军侯有什么关系 这幅画我送给你 这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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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从现在这幅画上 还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但答应给我军火线索的人 要的肯定是这幅画 张罕棠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那批军火就是你父亲 从美国军火商那儿订购的 张安涛 你有没有想过这批军火 很有可能跟你父亲的死有关系 证据 好 你等着 这个表你一定拿好了 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这个表你一定拿好了 这批药 是抗炼的希望 你一定要答应我 少爷 没事吧 我没事 四叔 从小看着你长大 你的心情我还不明白吗 这事不能怪你 这都是命 四叔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顾着自己身子吧 对 对 队长 嗯 朕老板 刚才我有一些冲动 你没事吧 清川队长 天地良心哪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违法乱纪的事 你这么对我 良心何在啊 张蓝财 我希望你看清楚这是哪里 不要再追应了 张老板 我们掌握了你很多的信息和证据 但是我希望 从你自己嘴里说出来 要看清自己的处境 为什么要执迷不悟呢 我从来没有做过 上天害理的事 对得起我的良心 张蓝财 别静说漂亮话 没听清川队长说吗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罪证 你们口口声声说 掌握了我的罪证 我倒想听听 我这个香满楼的老板 到底哪里值得你们 查来查去的 看来你是不到黄和不死心哪 带进来 张兄 对不起 别别别别别 别跟我这儿成兄道弟的 你谁呀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张蓝财 你真能装哪 良九天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你在这儿装算也没有用 我劝你还是乖乖合作 以免受皮肉之苦 老朋友了 叙叙揪 嗯 老哥 事到如今你就招了吧 别为了那批药品 害了自己的性命 不值得 你以为我们都像你一样 贪生怕死吗 你这个叛徒 其实黄军没你想的那么可怕 尤其是清川队长 特别的仁慈 只要你知错能改 悔过自新 黄军既往不咎的 良九天 我以前 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 老哥 只要你愿意交出药品跟金表 清川队长一定不会亏待你 日后荣华富贵享受不尽 你是个日本人的狗 我看着你就恶心 滚 滚出去 对 张老板 良九天已经都交代了 再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 我承认 我承认我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 而且还是宾岛市抗连地下交通站的站长 这就对了 赵承认大家都高兴 说吧 尤品 尤品在哪里 你们不是说被人劫走了吗 我总不能派人劫我自己的东西吧 你们没张脑子 尤品的事咱且不谈 你说金表在什么地方 我想那个叛徒已经告诉你了吧 金表被张罕逃到护院夜猫子给偷走了 根本就不在我这里 金表里曾有地下情报人员的名单 金表 今天黄局长在香满楼抓你的时候 你正和张罕逃在一起 怎么解释 不要跟我说是巧合 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 张罕逃 是不是跟你有直接的联系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金表到底在哪儿 我能跟那个狗汉奸有什么联系 你这是对我的污辱 张罕逃 你根本就是在撒谎 该说的我都说了 金表确实不在我这里 你们该咋咋地吧 队长 别跟他废话了 不给他来点真格的 他是不会交代的 不 既然张老板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就说明你有合作的诚意 不急 给他一点时间 张老板 你是个明白人 好好想想 藤岳 去把爷猫子给我交来 队长 那张汉涛呢 没有证据 不能轻易动他 来 少爷 县兵队来人了 先去吧 县兵队来干吗 少爷啊 不会是因为正来宰吧 别着急看看再说 张才义 春桥大人 有事吗 我是奉我们晴春队长的命令 来请叶猫子 去宪明队问话的 他没犯什么事吧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没问题 既然是晴川队长说话了 我肯定全力配合 去吧 一定要全力配合知道吗 少爷啊你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配合 四叔 你慢慢吃 去吧 清朝队长 总是 知道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这个我还真就指不到了 不过那个秦伦队长 您要是有什么要问的 需要我叶茂子帮忙的 您尽管这事 我家少爷说了 让我全力配合 很聪明 我问你 七月二十五日 你去小满楼顶月饼 偷走了一块金票 这个 我 我这最近脑子也不太好使啊 屈伦队长 你说这啥金票啥月饼 我这长不下来呀 还不承认 是吧 带他紧来 秦伦队长 梁先生 你看一看 这是投金票那个人吗 就是他 谁要去吧 怎么样 还不说 您说这事 对对对 这这这是我投的金票 对 没错没错 金票在哪儿 投完我还能留着吗 我就得卖了呀 还给谁来 不 我当时争取用钱 我就找一家黑市 卖给了一个外地做小买卖的 也买完就走了呀 你做金票在哪儿 我这会儿我就真不知道了 真的 队长 您的意思是 张来才和叶猫子都在撒谎 看似毫无关系 好像只是一则偶然的巧合 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 在撇清彼此的关系 这不真说明问题吗 那怎么办呢 难道就这么耗着 就算他们不说 比良久天以前的供词 我们也能分析出来 大概脉络 对的 就凭良久天一个人的话 恐怕难以相信 那要看从哪个角度分析了 如果按叶猫子所说 是他投了金票 那么张来才 和张狠头之间就是敌对关系 张来才 把张狠头把金票里的名单交给我 这在情侣之中吧 但是我困惑的是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那金票在谁手里呢 队长 您说他们两个 有没有可能结成同盟啊 最后这个金票 又回到了张来才的手里 完全有这个可能 如果他们结成同盟 而不是敌对关系 那他们相互之间撇清关系 这就说得通了 青川队长 您说得有道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